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于是呢 就有很多人用这么个词来叫她们 就是精致女孩 实话是说 生活的精致一些挺好的 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对他人也是一种尊重 但是 什么事都得有个度 如果过了度 那样就适得其反 现在越来越知道睡美容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前绝对不会做 但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是泡脚 对对对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时尚代言人杨幂如今也像养生低头 爱上了泡脚 一过三十岁 仍然少女感十足 正应了世上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的真理 作为精致女孩代表的杨幂 可是连自己的每一根头发都会认真对待 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精致女孩 就看看身边那些不论何时何地 都妆容精致 生活细致的姑娘吧 洗完头发的时候会先拿毛巾擦得半干 然后拿吹风机稍微吹一下发根的地方 因为头发发根的地方是不能湿着的 先把发根的地方吹干 发烧的地方会在半干的时候抹一些发尾油 然后按摩一段时间 然后再继续把它吹到差不多六七分干 然后剩下的让它自己干掉 看完这步骤让小伦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一个精致女孩的背后到底还藏着怎样不为人居的秘密 化妆就比较精致了 详细说一下啊 那得说到什么时候啊 先擦什么啊 先擦防晒再擦隔离 然后粉底 粉底完了之后就撒粉 眼影 眼线 还有腮红 然后粉领 口红 一般的在身上清洁一下呀 然后就水啊 乳呀 然后那个精华呀 打一层妆前乳啊 因为一天比较久嘛 然后就打一层那个粉底了啊 然后粉底完了之后会上一些散粉 皮肤装得好的之后就像在上干粉皮肤不好的时候散粉了 精致的女孩为了妆容美丽 吃饭是这样的 喝水是这样的 当然上面几位略显夸张 但是小文作为一个采访过无数妆容精致的演员歌手的记者 必须负责地告诉大家 要想做十克美丽的精致女孩 那背后的付出一定很多 周冬宇不到八十斤还想减肥 接下来出场的孙丽景田将告诉你 一个精致女孩还要学会如何护肤 女孩问我说 对应该怎么保护皮肤 我有人跟你说你好好清洁 好好保湿 好好保湿 其实清洁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化妆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用那个 卸妆油什么的 就只会用洗面奶洗一洗 但是化妆的话 肯定是要用卸妆油这样 我们北京卫视打造的大型文化继播节目 我在伊和园等你 最近在伊和园听力馆举行了发布会 节目总干事张国立 特邀干事阿云嘎等人都亮相发布会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领略了阿云嘎的歌声 那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要一起去听一听张国立老师的心声 我由衷地想说一句 他为伊和园这个节目真的真的用心 这个综艺节目它是让你去一直在学习 这个学习过程中就让你一直很兴奋 因为过去咱也来过伊和园 也在伊和园拍过戏 这我跟你婶拍戏的时候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算算 可不快三十年了 马上就三十年了 您看看 汤锡一在苏州街拍 他一个念经痴斋的那说得出来呀 我倒是知道苏字出于何处 那你说说 他刚说了寒山寺 就没想到孤苏城嘛 孤苏城就是苏州呗 往事的压力 走到哪儿以后 你过去你一看 这幅白饼 你也念出来了 但是它里头的历史故事 当你现在来学习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在这个节目里 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担当 你同样也是一个学习者 才发现有很多的历史知识点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我们好像都在说 李和元是慈禧用海军军费建造的 不是那么回事 它是乾隆 乾隆年前就开始建造了 所以说这很多很多的 一个景一个景的由来 一个景和一个景之间 这么多的故事 这是第一次才开始 这么详细的知道 这样的话 它就对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文化 它会更进一步的 有这个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感 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这个走出去 即便是在发布会现场 身为我在伊和元等你总干事的张国立 也不愿意耽搁一分钟 不断地跟特邀干事阿云嘎等人 分享他的录制感受 可以看得出 这位节目中的带头人 早已被伊和元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吸引 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个大园子的宣传小能手 更多的年轻人不要让这个伊和元 成了一个老人的一个来的地方 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到这伊和元里 哪怕你们是谈恋爱 哪怕你们是初次相见 你们两个的暗语或者街头暗号 一定叫我在伊和元等你 怪不得您说您演那么多皇上 这脾气应该都被撞坏了 那可没有 是吗 我们是属于那种微服私访的贫民环 你要找张铁林来跟进演 哎 干什么呀这是 这场景怎么才来啊 啊 节目头怎么回事啊 年纪轻轻安排他家的一个什么体验官 这这么大岁数不能去体验体验吗 但现在我们演员也是挺逗的 有的时候我们也挺开发的 一个节目上节目的第一天 紧张得不得了 自己其实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是吧 平台的事人家这个制作单位的事 真的是紧张 紧张得我不敢看 那天我根本就没敢看 然后就开始打电话问 你们看到吗 你们看到吗 怎么样 你觉得好吗 在采访中面对有节目名 延伸出来的 你会在一颗云等谁这个问题 张国立甚至为园区内设备设施 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只想说一句 国立老师 您这节目总干事当的真的是太赞 太用心了吧 你在那个很多博物馆里 你一看到这个东西 你一刷码 一扫码 那个声音 他就给你讲这个东西 是什么 因为这个长廊的故事太多了 一千多个点地 我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们一起 我来讲这个点故 这样如果他们 一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拿着一扫码 我就给他们讲这个点故 我想做这个事 我想这样等 等来一黑 欢迎后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每日文明播报 我是为之 这几天呢 黄轩呢成为了热搜人物 说起来黄轩呢 也入行十几年了 从当初被导演批评为 不会演戏的新人 到现在备受合作者的肯定 黄轩的演艺道路上 到底都经历了哪些故事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独家对话 以前每次去见导演的时候 我就一句话也不说 就是喜欢演戏 那只要有戏演就好 这不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我是05年 刚考上大学 当时他的满城镜戴黄金甲 在找演员 然后我有幸地被选中 他的这个被选范围 基本确定 但是临时他的剧本发生变动啊 然后那小王子的人物 年龄调小了 等于说我们这一拨人都白选了 父王 儿臣想 今年的重阳节 儿臣想担当指令官 首映李导演 专门到我们需要选了我们班 去给他们首映李办舞 然后 我就特别紧张 我就一直想退出 然后那个导演 知道我这个事 他就死死抓住我 他说黄轩你必须去办这个舞 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去了 这次到世纪 他我就觉得对孩子怎么手足无措 那我是他会演性吗 我觉得后来我就跟那个父王说 你们给我推荐什么人 我更不行的人 换人吧 文立给我打电话说 他给演那个 你们帮演的非常好 我的性格很不好 然后就是不太会跟别人 亲近和交流 以前每次去见导演的时候 我就一句话也不说 导演问什么我说什么 然后最后呢 我当时我的经纪人 每次出来都跟我说 说哎呀 说你怎么那么不主动呢 你跟导演聊一聊天啊 你去介绍介绍自己 我就尝试着去按他们说 要热情一点 主动说一点 后来我发现 当你很勉强自己的时候 也会很尴尬 他们也会很尴尬 我好紧张 对 我其实对 被大家认识之前 本内心会觉得说 像所有没有成名的人 那种心态吗 会很着急 很焦虑吗 没想那么多 我就是当时想 我就是喜欢演戏 那只要有戏演就好 其实有很多人 就所谓的北漂一族嘛 会首先要面临的 一个是生存的问题 一年之前 我都是借着钱 在生活的 当时也是 闭了业 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然后一年拍一两部 很小制作的艺术电影 一部电影 就才几千块钱 根本就不能支撑 你在北京的生活 所以当时我签了一个 小的公司 然后我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能一个月预知 我四千块钱 发工资是什么 预知 预知 对 还不是发工资 然后先让我在北京 能租下房子 吃得了饭 在现实中被击倒 热了成长 就要把曾经彻底丢掉 你跟着想开什么呢 刚才是不是也是你 我跟你说话呢 1941年12月8日 日军开始轰炸香港 我八早晨去向端木和肖红 刺行病致谢 一步一步到10年 我才把 这个签的公司的钱还清 即便是那会儿也没有着急 没有焦虑的时候 你还请问 我在北京起码待下来了 起码能租得起房子了 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享受 这不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用一个个角色磨练演技 积攒口碑 才有了后来黄轩 在电视剧《红高亮》里的爆发 2014年 黄轩第一次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人气 随后影视圈中各位知名导演 都纷纷向他投来了橄榄枝 你说你为什么讨厌人家 一人谈个狐狸精 发现一个好演员不容易 好的那个 有表演的才华 那么又有好的品质 不容易 作为我们老演员来讲 我当碰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 我希望他把我知道这点东西 掏空了 我就是看着人一步步栽进 欲望的两个字里 你现在哭的喊 要跟他在一起 这要放的以前多简单呢 他是一个很有礼貌 很好的一个孩子 很儒雅 大家喜欢他是 是应该的 我都挺喜欢他的 现在不爱你了 你放手 你放开 我不爱你了 没关系 我爱你就行啊 觉得吓坏了 我觉得吓 他演得特别好 然后因为我以前有的时候拍戏 我会有自己的系统和习惯在 那这次一直在跟他学 学到了好多东西 学学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和态度 国家 演戏的时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而且我经常坐在现场 摄影机对着我 然后我在跟导演聊着戏 在跟演员聊着戏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不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 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 具有黑科技的小物件 很多影视圈的人呢 也非常喜欢这些小东西 比如说艾伦就有一个随身翻译 而这个随身翻译不简单啊 它可以翻译方言 现在这科技发展简直就是神速 这从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那些黑科技小物件 就能看得出来 艾伦就在某综艺节目上 展示了自己的高科技随身翻译 这不是不知道 于是吓一跳 他竟然连方言都能翻译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不万强李初牌的大张伟 这张艾乔 不就是两个普通的帮锤吗 就是那种 这什么 鼓棒 鼓锤 但是啊 看上去它是个鼓棒 其实呢 它真的还就是个鼓棒 你们看呀 这是个空气架的鼓 不过 有些黑科技确实呢 给生活带来不小的惊喜 而有一些创意物件 却不那么实用了 比如说 杜江这个垮掉的饼干音乐盒 再来看看 维加信誓旦旦 介绍的秒速热水机 不过 这热水机似乎没给维加面 出来的水 咋还这么凉呢 里面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 叫做热水机 一瓶泡泉水 加在里面 可以马上被热水 其实就这样 这样对着 好 OK了 然后打开以后 现在的水温是22度 先按热水键 然后 就100了 对 然后再按出水键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 有可能有23度吧 心疼维加三秒钟 这黑科技 还是要禁得住 大家的检验呢 看看人家带来的 能自己行走的行李箱 要是拿着这行李箱 走在机场上 那得多拉风 这是我的 啊 灶蛋 为什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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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讲述了 2019年度的敬业奉献 北京榜样 李建华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 他的故事 李建华和同事 用100天的时间 完成了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 近1万根基础装施工任务 10个月 交住了105万方 混凝土 不得不说 李建华和他的同事 创造了一个建筑奇迹 而在这些奇迹的背后 是李建华大学 毕业后参加工作25年 勤勤恳垦积累经验 踏踏实实研究专业 如今他也依然 在新的工地上 为北京奉献才华 传递正能量 用创新展示硬核实力 我们用了100天 完成了将近1万克装的施工 极大压力导致坏脾气 他说四个字 严厉苛刻 铸造新国门的大国工匠 北京榜样李建华 我是95年参加的工作 96年就去了北京T2航站楼 然后T3航站楼 然后出国做了一个航站楼 主持了这个航站楼的建设 在25年的这种工作生涯 经历了三代国盟 他们叫三代国盟的建设 李建华1995年大学毕业 走出校园 便投身到机场建设中 从北京首都机场 T2航站楼到T3航站楼 再到如今享誉世界的新机场 20多年的机场建设生涯 让李建华成为北京民航事业 尤其是三代国门的见证者 从我们一开始 北京首都机场是36米的跨度 到乌克 然后到首都T3是41米 然后到北京大型国际机场 变成180米 而且那时候T2是 我记得是32.7万平方米 当然这是合同面积了 然后T3是50多万平米 然后到大型国际机场的话 变成总体这边 变成143万平米 这个数字您基本上都脱口而出 对 因为有自己轻生经历的 所以会比较熟悉 20多年前经手的数据 李建华都能脱口而出 除了对这份事业的热爱 这也得益于他数十年的积累 每天上午 李建华都要在工地上巡视一圈 风险如此 每天晚上回到办公室 都要对当天的工作 做整理 总结和思考 这个字重 现在区域 这个就是市场那个 那个就是华中的区域 都重 这些店都重 这些店我全重 每天都在 他是个拼命三郎 对工作来说 他是个拼命三郎 他每天就带着我们 在工地上去撞呀 检查呀 特别难忘的就是有一个 在T2的时候 一个副总指挥 每天早上一上班 跟着他 一直到下班 整个就在工地里边转 然后去看每一处的完成情况 看每一处可能存在的问题 从早上8点钟一直转到下午5点钟 然后呢 就是让他学习到了 怎么去做事情 怎么严谨 认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这种敬业的精神 你做工程 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去做 你一定要去轻声的去经历 轻声的去关注 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推进过程 没有这些的成定和积累 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 如今李建华也和前辈们一样 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在工程项目中 对于家人 李建华有亏欠 但同时 他也是孩子钦佩的榜样 为了这个项目 应该是17年吧 17年 他的父亲和他的爱人 都住过院做手术 为了这个项目 他几乎都没有怎么去回家照顾 他的老人和他的爱人 其实这些事情 我们看在心里头 也都很心痛 是实际上 匆匆地回家上医院看看 后来就从头忙忙 又赶回到单位了 不放心下 孩子抱怨过 其实在家里的孩子的学习 生活 我真是几乎是关心不到 也没时间关注 全部的精力都在 对 几乎全部的精力都在这 当时有一次 我刚才微信 在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他就给我讲 一句话 让我感觉到 他是被影响了 他跟我说一件事情 我说你这件事情 还准备去做 他说我再累 压力再大 我还是要去的 我毕竟 要有像爸爸那样的野心 二十多年来 李建华从一名大学毕业生 成长为首都建设中 首屈一指的专家 他参与建设的 T2 T3航站楼 都获得了代表 中国建筑业工程质量 最高荣誉的鲁班奖 他本人先后获得 奥运工程建设 劳动竞赛优秀建设者 北京市优秀项目经理 首都劳动奖章等荣誉 如今他也是2019年度 北京榜样 敬业奉献代表人物 那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祝贺李建华 能够2019北京榜样 因为大家 其实在这复苏的 确实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最终呢 还是大家实现了这个目标 取得了这个成绩 其实也是代表了 大家的一种姓声 我其实双方是代表这团队 好了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不要忘记明天晚上的 7点10分 继续收看我们的 每日文明播报 同时呢也欢迎您 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 还有更多的新鲜内容 与您分享 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建议也欢迎您 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96168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会第一时间 接听您的来电 好了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 会帅